不过送云 这趟旅行若算开心 亦是无辜这一生 水点精发变做白云 花瓣飘落下游山巾 淡淡交回过 各不留下人 叹诗经历过 最温柔共振 沛姐 介绍我们颁发什么奖项呢 要颁发的当然是最佳音乐录影带这个奖项 你知道吗 我非常想参与其中做一个女演员 也可以帮她们一下吗 要小心公司会收你的广告费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最佳音乐录影带演艺奖的得奖杰是谁 来看大荧幕 我就是爱 在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 就算受伤 就算流泪 都是生命里温柔灌开 不爱 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 关过的心 流过的泪 还有数不尽 黑夜等待 如果这就是爱 那就是张学友的《如果爱》 我们有请金培达先生带领 有请金培达先生 有请金先生 好帅啊 今天 谢谢 恭喜 麻烦您 谢谢 好 那我在这里代表张学友 拿这个追加MV的演艺的奖 那首先要谢谢导演陈可欣 然后还有这个MV的导演 也谢谢TVB8 谢谢 谢谢 恭喜 好了 金培达 接下来我们颁发一些 那是幕后的奖项 那你也是在幕后的一份子 不如帮我们再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先来看看 最佳作曲奖是谁好不好 请帮我们揭晓一下 我 我 我给好了 喂 第一棒继续榜最佳作曲奖的得主是 金培达的《如果爱》 恭喜 又赢得奖上 恭喜金先生 谢谢 谢谢 好了 那接下来又有一个最佳编曲奖 编曲奖 到底会不会有这个机会再拿一个呢 你要我奖吗 好 我帮你开好不好 好 好 好了 最佳编曲奖是谁 金培达 好 如果 如果 再一座奖 孝金先生 恭喜 谢谢 好 今天拿了两个奖项 有什么得奖感言 很激动 很开心 因为没有想到会拿两个奖 那我们作曲其实不会为了奖而写歌的 对 但是有时候奖项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说我们写的歌还是有人会喜欢 一份鼓励 对 所以在这里也谢谢TVB8 也谢谢所有喜欢《如果爱》首歌的人 谢谢 好 谢谢你 希望你继续写好歌给我们 恭喜 谢谢 恭喜 恭喜 好了 我们找一个帮手 这个很难拿 三个要帮忙一下 太好了 太开心了 好 谢谢 恭喜 好了 裴姐 我们介绍要颁发是最佳作词奖了 好 最佳作词奖到底是谁呢 期望继续榜最佳作词奖的歌曲是 光良约定 恭喜光良 恭喜光良 再下一层就拿了第二个奖 恭喜你光良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还蛮开心的 谢谢TVB8 谢谢我的歌迷 然后谢谢 因为我写曲比较多 所以谢谢所有鼓励我继续写词的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恭喜光良 恭喜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最佳歌曲兼致的奖项 好 谢谢 恭喜 有请 好 最佳歌曲兼致奖 歌曲戒不了 主唱余晨晋 谢谢 哈琳大哥 恭喜哈琳大哥 恭喜哈琳大哥再下一层 好 用新的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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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恭喜恭喜 谢谢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差不多了 还有很多的奖项要颁发 不要走开 不要走开 好了 继续回来颁过几个比较特别的奖项以后呢 又来揭晨金曲的时间了 嗯 第五首金曲的已在我手上了 好 马上打开来看看 到底是谁呢 TVV8金曲榜金曲奖第五首是 忘了你是你,何宇徐 恭喜,阿師 恭喜 恭喜 好了,應該是第一次拿國語歌的獎項吧 對,謝謝 謝謝TVP 其實是我第一次拿 可是其實是一首廣東歌 就是變成國語歌的 所以我希望下一年可以有 真正的國語歌送給大家 然後謝謝我的創片公司 然後也謝謝我的歌迷,謝謝 好 好,謝謝有請阿師去準備一下 繼續努力啊 好了,這首歌的廣東版本叫做 願我可以學會放低你 國語版本叫做 忘了你是你 好,謝謝有請阿師 曾經深愛過的一個你 按燈,雪老師 笑了眼也瘋了心 笑了眼也瘋了心 曾想過從這裡跳下去 曾想過從這裡跳下去 哪裡來的一份勇氣 结果我还是错过相聚 剪了发 搬了脚 镜子里还是我吗 忘了你的美吗 忘了你的味道 忘了一个人的舞蹈 忘了你有多高 再忘了你的好 直到我忘了我们是我们 忘了我就可以忘了你 就在这一天我试着去想起你 却发现我远走已经看不到你 他空了心也翻不出你 忘了我就可以忘了你 这世界上仿佛再没有一个你 忽然有一滴冷漠 忽然有一滴冷漠 突然下去 站在这屋顶 我总可以忘了你 使你呼吸空气 忘了我就可以忘了你 忘了我就可以忘了你 就在这一天我试着去想起你 却发现我远走已经看不到你 到空了心也翻不出你 忘了我就可以忘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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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随忽然 呼吸空气 我总可以忘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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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随忽然 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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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頒發過最佳女星人 由女星人當然由男星人講了 男星人也不會再次出來叫鏡子吧 不太恰當 怎麼樣呢 怎麼辦呢 另外一個點子好不好 好啊 先來介紹一下 票數最高的三位最佳男星人 分別就是曹格 劉瑋 還有TANK 剛好三位坐在一起 好 好 好像三位家姐很像是一個男子組合這樣子 好了 很怕嗎 會叫你們叫鏡子 不會啦 好 過來這邊 其實這樣好了 那我們頒獎嘉賓也是非常重要嘛 那今天出列有很多是你們的前輩 那我給你們二十秒鐘 去邀請一位 當你們的頒獎嘉賓 這樣好不好 二十秒鐘 用混聲解數來 請他當你們的頒獎嘉賓 他多少錢 TANK先吧 你可以走過去也可以 怎麼樣都可以 TANK你想教誰啊 TANK先 二十秒鐘 然後 你想邀請誰當你的頒獎嘉賓 唱歌也行 求他們也行 邀請誰喔 讚他們也可以 那我可以請我的師姐嗎 師姐啊 師姐 SHE 好了 SHE 好了 你要二十秒鐘 來請他 用你的方法去請他 為什麼